眼下正值秋收时节 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监测中发现 有不少白鹤选择在庄稼地里觅食 为了避免白鹤受到侵袭惊扰 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的志愿者们 成立了护飞小分队 加大对白鹤的巡护力度 据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虽然白鹤以飙草为主要食物 但有时也会在地觅食 在巡护过程中我们也发现 有一些伤病的鸟类了 鹤类了 我们进行及时救助 也准备了一些解药什么的 有些时候误食了什么的 农药什么的 村求寄啥的 近年来 保护区通过退耕还施 全面禁木等措施 有效保护了候鸟的迁徙环境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保护区内有白鹤 丹顶鹤 白头鹤 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10种 二类保护鸟类白枕鹤 灰鹤等42种 无误导看看 我还会知道 我们要去误导看 这里我看着什么 我们要去误导看 我们要去的误导看 我们要去误导看